澳门房地产联合商会 于5月31日下午 举办房地产中介人的挑战与机遇座谈会 邀请澳门房地产联合商会副理事长陈英金 资讯部副部长何兆衡 以及梁永本大律师 共同探讨在楼市风云变化中 澳门房地产中介人将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 澳门房地产联合商会会长吴在权 在致辞时表示 目前澳门房地产中介人及经纪人 经营环境日益萧条 2017年整年里面是有852.1亿 每一个中介人的营业额只有53万 如果等于每一个月 若港一间的地产公司只能够收入有4万4 此外吴在全海表示 希望政府能尽早落实行业规范措施 以促进业界健康发展 政府是应该要有个发牌的制度 使到业界里面是要遵发手法 提升自己的职业的措手 是这个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